一人两个摄像头 中国是全景监狱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1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市场研究机构IDC 最近发布报告预测 2022年 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头 将高达27.6亿部 平均每个中国人被两个镜头监控 另一家研究公司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监控技术市场 全球用于视频搜索面孔的服务器 四分之三被中国购买 与此同时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发布年度报告 再次将中国列为全球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 自由度评分比去年更为下降 中国成为领先世界的监控大国 给自己的人民和世界 带来什么 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在国际社会面临质疑 和中国建立滴水不漏的高度威权社会 有何关系 今天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是 明镜媒体集团 纽约看天下主持人 魏碧州 政论作家 陈破空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夏明 夏明表示 习近平今年春节外访的第一站 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参观了那里的监控中心 这可看出监控在习近平整个控制体系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另外 中国还利用大数据控制身份证信息和监控网络 所以摄像头监控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监狱国家 用英国哲学家边庆提出的全景监狱来形容 毫不过分 夏明也指出 中共监控工程除了危害民众和社会也会危及自身 第一 资源都有限 中共把宝贵资源都用到无效益的不带来社会福利的事情上 这事事被公办 对社会是一种伤害 第二 中国很多无良高官可以利用无所不在的监控 把他们上级和老领导声色全满的生活全部录下来 所谓玩活者必自焚 所以 中共的监控体系不仅会伤害国民经济 从而危及其政权 也为曝光中共官员的可耻行径提供机会 魏毕州表示 西方主要担心的点在于中国监控系统的不透明 或许收集数据可能与法有据 但使用数据可能与法无据 使用方式 谁来批准 具体如何使用 这才是大家担心的事 西方国家法治比较健全 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基本都有相应法律规范 对于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 这个话题 西方国家有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很重视保护个人隐私 尽量是把对个人的尊重放在第一位 魏毕州认为 真正的法治才能保证高科技的东西不被滥用 在法治国家 民间有制衡 国家机构互相间也有制衡 但在中国 一切只听一个人 一个党 资料的收集或销毁 完全是一个党说了算 一个极权政府 可以运用高科技 迅速找到对自己不利的人 这是很危险的事 这让人民生活在恐惧感里面 陈破空表示 美国现在追求的是 中美贸易领域的平等互惠公开 但在技术领域也该如此 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 可以在美国畅行无阻 在美国设立服务器 收集美国消费者的大数据 但在中国 所有美国和其他各国的云端服务公司 都被禁止 中国的百度 在别国照样能使用 但谷歌就被中国政府禁止 所以 现在是结束两国 技术上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了 不能让中共的科技公司 可以横行天下 美国和其他各国的科技公司 却受各种限制 对于美国棱镜计划 与中共监控工程的对比 陈破空表示 棱镜计划 起于反恐 用于反恐 但中共的监控工程 起于一党专政 用于一党专政 两者目的不同 另外 棱镜计划 虽也收集大数据 但主要用来分析和研讨 当中有无恐怖活动的蛛丝马迹 就连斯诺登 也并没否认 棱镜计划 适用于反恐目的 它只是出于自由派 对公民隐私权的重视 而揭露 但中共从人民身上收集大数据 是为了锁定政治 意见人士和群体 再者 棱镜计划 在斯诺登揭露后 奥巴马政府在批评声中 基本搁置了该计划 但无论多少人出来 批评中共的监控工程 它反而变本加厉的发展 甚至要向世界范围 延伸触角 以上嘉宾谈话 仅代表个人立场及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赵正勇落马 赵乐际依旧稳坐 而栗战书是李建国的保护伞吗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1日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高新的评论文章 以下为评论内容 之前曾经介绍了陕西官场腐败案 的今年历久 始于1997年 被李瑞环从天津市委副书记位置上 保举到陕西省委一把手的 李建国中间历经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忠于赵乐际陕西省委书记的接班人现在正在中纪委留置地点 每天都要重复无数遍 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赵正永 2007年3月李建国把陕西省委书记位置交给赵乐际之前 已经将两个月后即将举行的第十届中共陕西省委换届名单 交中组部通过 其中包括省长接班人赵正永 接替赵正永省政法委书记的宋洪武 时任陕西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 副省长洪峰以及时任商洛市委书记魏明州 换届一个月也就是赵乐际到任三个月后 又从中央党校完成三个月镀金的魏明州容忍省委秘书长 日后孙清云已经在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被查处魏明州已在秦城监狱享受无期徒刑 中国大陆内地公开报刊曾报道说 2017年5月22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魏明州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这距离魏明州卸任西安市委书记刚过半年 知情人透露5月22日当天魏明州出席了两场省人大会议 散会后即被纪检人员带走 由于事发仓促 当晚魏明州还出现于陕西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之中 据陕西省一位高层官员透露 纪委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线索是魏明州通过一位商人 送给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的一幅名贵字画 如果不是因为在调查令计划的过程中 因为令计划老婆供出的一幅字画的线索 在陕西过场边斧边升长达22年的魏明州 至今还会继续在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兼党组副书记位置上替习近平已经认定的下届中组部长人选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陕西人大日常工作呢 在对魏明州的双开通报中 其政治罪名颇为罕见 称魏明州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 政治品行败坏 对抗审查等 陕西官场人士认为 魏明州当上西安市委书记 曾得到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大力支持 魏明州调制商落后 曾经通过任职团审委时 结交的金花集团董事长 无意间与令计划拉上了关系 2005年9月 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 曾参加无意间经营的高尔夫俱乐部名人邀请赛 并获得冠军 魏明州多次出入该高尔夫球俱乐部 结识了令完成 然后通过令完成 认识了令计划及令期鼓励评 魏明州担任省委秘书长后 与令计划的关系在陕西已po为公开 魏明州大谈 他与令计划关系如何亲密 其间曾多次接待 到西安的令计划的妻子 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总干事 谷立平 魏明州的多年老友 无意间还担任了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的创业导师 此外 魏明州任西安市委书记后不久 令计划曾经几次到过西安 均有魏明州陪同吃饭 而据笔者所得知的信息 这位魏明州与令计划和他老婆的结识 最早是靠杨世秋居中牵线 正如上回介绍过的 魏明州与杨世秋 结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当时的杨世秋在团中央清工部主持工作 魏明州是陕西团省委清工部部长 这个杨世秋日后入陕西立刻与魏明州结为政治死党 李建国入陕西后 杨世秋利用他在李建国身边工作的机会 随时替魏明州美颜 替魏明州直接抱上李建国的粗腿 随时提供方便 杨世秋和魏明州都是1982年大学毕业后 分别进入团中央和团地方工作的 1997年秋天杨世秋与李建国同时入陕西 因为杨世秋本人希望有基层党政机构任职历练 李建国才让他先当了两年西安市副市长 三年后将他调到自己身边 以省委副秘书长和省政策研究室主任身份 担任了李建国一秘的角色 再过两年抢在省委换届之前 即又安排他兼任省委组织部长 然后安排他顺利当选了省委常委 中国大陆的财经杂志一年多前曾刊登独家报道 西安原市委书记魏明州事发 检举同僚宋令家名贵字画 说是魏明州出身农家 自进入政坛后并未离开陕西 曾先后任商洛和西安 两市市委书记是名副其实的本土官员 魏明州仕途先议后扬 其间争议不断但并未影响仕途 陕西一位厅级官员告诉财经记者魏明州能被委以商洛市长和商洛市委书记重任 仰仗一位时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的运作 指的就是如今已经退休赴贤的杨世秋 去年11月魏明州被判决书开列出的主要犯罪内容是1996年到2017年的前后22年里 先后利用担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 商洛市人民政府市值长 中共商洛市委书记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中共西安市委书记 陕西省第12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等职务上的便利 收受贿赂总计达一亿多元 也就是说当年魏明州的边斧边生腐败越大胆 关阶成长的越快的发迹时 开始与李建国入闪的前一年 从李建国开始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次年 也就是1998年2月 在地方团委混了十几年 还只是个正处的魏明州 时来运转被李建国任命为商洛地委副书记 次年即推荐他到中央党校第33期 中青干部培训班 脱产受训4个月 回陕西后即被升任商洛行属党组书记 一年后商洛改为省辖市 魏明州如愿当上了商洛市第一任市长 为了进一步培养魏明州 李建国再次给他争取了一个 一年至中央学校脱产培训的机会 结业回到陕西 4个月后即将他升为商洛市委书记 这个时间段正好与杨世秋出任 陕西省委副秘书长 继而又以副秘书长身份 兼任省委组织部长 再又以省委常委身份 专职省委组织部长的时空 完全吻合 也就是说 这事实上已经是继我们赵正勇之后的大概率事件是李建国落马和赵正勇之后的小概率事件是赵乐际垮台两篇文章中都已经详细介绍过的2008年第六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不点名揭露李建国和杨世秋一手制造了陕西官场大腐败之后中国大陆的公开感言媒体们终于在前铺后继了财经杂志的文章说 1998年2月魏明州离开团系统调职商洛先后任商洛地委副书记商洛市市长市委书记商洛十年他学会了官场后黑学这魏明州的商洛十年学会了官场后黑学的十年就是李建国把持陕西省委的十年其中后五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该文章中所说的那个当时的省委副秘书长杨世秋担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 财经杂志的文章还说从关中农家子弟到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明州一路走来媚上欺下采人捧挤以政治投机谋官以权力寻租谋利恶化一方政治生态的故事其中荒诞令人咋舌 该文当时强调魏明州从省委秘书长的高位转任西安地投蛇是得益于当时早已经在秦城监狱服刑的令计划的帮助 无行中魏当时已经被认为是平安降落的赵正勇解了关系意思是因为令计划的能量赵正勇升任陕西省委书记之初的西安市委书记应该换上谁 是他赵正勇说了不算的不妨假设赵正勇担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与时任西安市委书记魏明州之间没有利益均沾也不是经济犯罪捧党 而魏明州在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位置上安前马后服侍赵乐际整整五年因为并没有在赵乐际手上被进一步提拔至政省不及 所以从常理上推论赵乐际没有从他魏明州处得到或者说直接得到经济好处也较有可能 但在省委秘书长位置上的五年正是他魏明州最贪得无厌的五年赵乐际不但连用人失察的过错都没有被追究 魏明州竟然在自己曾经的五年之久的大秘被中纪委抓走之后五个月召开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由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晋升政治局常委并接替了王岐山的中纪委书记职务 时间在往前推五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京城内外盛传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李源潮即将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入场 并很可能接替贺国强的中纪委书记职务 就像此前的十六届中组部长贺国强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入场并接班中纪委书记一样 但十八届一中全会公布出来的消息居然是他李源潮不但没能入场 而且连书记处书记的具体职务也不再被安排 只剩下一个光感政治局委员 更别谈什么中纪委书记了 十八大开过两年之后 眼看之挂一个国家副主席虚名的李源潮 已经不再有任何可能与习近平的权势相抗衡 党内党外无人再信 李源潮还会是他习近平的潜在的权力斗争对手 但习近平那边不依不绕 把个李源潮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和省委一把手期间 先是省委办公厅负责人 后是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 日后已经退居二线职务 长达八年的赵少林以单位行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以骗购外汇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两年之后 也就是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年 中纪委突然宣布把李源潮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的贴身 大秘李云峰进行审查 这位李云峰和前面的说的赵少林 是前后脚的李源潮时代的江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李源潮是2000年开始到江苏担任省委副书记 日后又升任省委书记职务的 在此期间 李云峰则是从当地省委副秘书长和省委研究室主任 升至省委办公厅主任2003年开始直接服务李源潮本人 李源潮升任中央领导人的前一年 提升他取代了因为年龄原因改任中国老龄委员会第一副理事长的赵少林 至此李云峰终于官至赴省不及 2017年10月十九大召开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宣布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李云峰开除党籍的处分 几天后李源潮在十九大上被宣布移退到底 与此同时因为又有一个时任中组部长赵乐际为政陕西时的大秘魏明州被抓 而且中纪委在十九大召开前两个月宣布对魏明州双开的通报中 罕见的使用了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极坏的指控所以十九大召开前夜外界媒体基于中纪委打虎惯例中 先查轻信的套路还有分析说这个魏某人还曾是赵乐际的大秘 大秘被抓赵乐际能否入场就得打上问号了魏明州攀附了谁政治投机了什么 最新发生的故事是随着赵正勇的垮台眼见国内外舆论界都不约而同的联想起 赵正勇当省长时的时任省委书记赵乐际应该是奉命而坐的人民日报社的侠客岛文章 用一句赵正勇当省长时很多事情自己定不向省委书记汇报 当省委书记时却经常管政府的事不但是为赵乐际解了套 也是为赵正勇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的省长现任江苏省省委书记楼勤简解了为 而赵乐际在十九大上入场的同时被宣布因年龄原因 退出党和国家领导人职位的赵乐际陕西省委书记的前任李建国 至今还未见有中国境内公开媒体自觉为他洗地 不过即使现在的赵乐际不愿在接到赵正勇和魏明州等陕西贪官们的交代材料之后 下决心不再继续袒护李建国他李建国处理瑞环而外 更有习近平最为倚重和信任的栗战书在台前充当他的保护伞 详细内容留待下回继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2018 needs therapy 本期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